最近忙翻天 因为除了目前手中有扁家的四大弊案之外 现在竟然又多了前总统李登辉的洗钱案 特征组甚至说陈水扁在威胁李登辉 原来据了解 前总统陈水扁特别还留存了之前新瑞都的资料 而且特征组也证实了 理理确确是由所谓的民众向检方来举发李登辉涉及洗钱 还包括像是国安密账跟新瑞都弊案等等 而且特征组说这不是什么民众 这个民众指的就是他前总统陈水扁 那么因为他自己弊案缠身 现在也想把李登辉给拖下水 因为据了解陈水扁是直接是当庭 向检察官举发说李登辉涉及洗钱 还洗钱金额高达16亿 特征组表示将立刻展开调查 扁家弊案牵扯不断 现在李登辉也将被调查 是否涉及洗钱以及贪污 特征组证实的确有民众告发李登辉 而且这位民众就是陈水扁 是民众有告发我们有分难处理 是陈水扁告发的吗 所以现在是由林简来负责主导就是 将来还是会整个组来共同证判 事实上在抗告书当中 检方花了一页篇幅写到陈水扁爆料 李登辉手下一语两吃 而且将一千万美元汇进台中院的账户 怎么会都没有人追究 还提到陈水扁手中握有李登辉 辛瑞读案以及国安秘账的相关市政 自己避案产生 陈水扁根本就是在征讯过程当中 直接向检方举发李登辉也有可能涉及避案 要把李登辉拖下水 辛瑞读案 李先生也利用人头账户费啦 十亿左右到国外 陈水扁战术收到功效 特征组的确要开始着手调查 李登辉是否涉嫌洗钱 不过这招是否会让自己脱身 别家弊案越滚越大 该面对的司法审判 恐怕还是躲不掉 这位新闻杜云之瓜旗台报道